高雄警方在巡邏的时候 发现前方的自小客车 开车非常不稳 而且没有开大灯 上前拦查 发现这名男子疑似酒驾 一开始假装配合警方的拦查 最后竟然趁机投意 而且他还一路从民主 一路开上了国道 最后在下这一个 人物缺缝人路的时候 不胜之状 将发现这名男子 是这一个高雄地检署 发布的商业会计法通缉犯 而且他当场拒绝酒册 全案一公共危险 商业会计法通缉 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 另外这名男子呢 因为涉嫌拒检逃逸 还有这个危险驾驶场 红灯逆向行驶等等 总共六项违规 罚款总计信台币 二十万六千八百元 给订阅